日渐没落的七国集团居然还操碎别人的心 在意大利举行的2017年G7峰会27日在抗议声中结束 会场外有女孩手持通缉特朗普的图片表达不满 结束之际发布的联合声明将南海问题列入关注对象并措辞严厉 这是南海仲裁案后G7峰会首次发布关于南海的声明 南海相关国家已降低声调求同存异 因而这种杂音唯恐天下不乱显得格外刺耳 G7声明除了对朝核问题对俄罗斯制裁和乌克兰问题等国际热点说三到四外 还对南海的所谓的中国军事化做法更是以点明的明确方式予以指责 声明称中国应停止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 必须以南海仲裁结果为依据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处理领土主权争议 外交部深夜回应G7声明 风机对中国南海和东海指手画脚时称 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七国集团峰会声明假借国际法名义 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 深夜立马就回应外交部这么重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 G7不是铁板一块内部矛盾很深 特朗普25日抱怨德国的贸易盈余问题时说 德国人很坏非常坏 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保护和世界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仍然非常严重 特朗普表示下周决定美国是否退出巴黎协定 各自家里一堆烂事不认真解决 敢拿东海和南海做挡箭牌恶信中国 七国集团峰会就中国东海和南海发声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针对中国的所谓民主 人权和自由之类在国际场合联合挤兑中国 说明西方国家攻击中国转移了战场 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转换向地缘政治领域过渡 西方国家的焦虑心态可以理解 一路一带如火如荼 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特别中国南海发现可燃兵之后 特别是中国领先于世界研究出开采可燃兵的成熟技术之后 特别是2016年以来中国采取坚决行动维护国家主权之后 西方的焦虑病立发严重了 虽然中国的牙齿还不够强大 但是已经开始威胁到某些国家的霸权了 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祖国强大 就要下半子扯后腿 但是这七国还是有温度差的 美国是主攻 日本是助攻 其他是跑龙套的 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和飞跃自由 其实就是不甘心 中国挑战其世界老大地位 安倍在G7的日美首脑会谈中 再次提出了南海问题 这说明日本之幕后的操盘手 只要有日本参加的国际会议 安倍都会想方设法说服他国 掺和损害中方利益的事 年年G7峰会都被日本绑架 中国也该想方制止他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联合国和国际上 多提一提留求地位问题 哪怕现阶段没结果 也要弄得东京不好受 七国集团和八国联军差别不大 相比当年的八国联军 走了一个奥匈 顶上一个加拿大 后来又少了个俄国 但六个主谋和凶手还在 他们曾经侵略过中国 给中国人民带来过 沉痛苦难和血海深仇 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今天他们仍然贼心不死 作为炎黄子孙 应不忘国耻牢记在心 七国集团狗男耗子用心叵测 我们必须加强高科技国防建设 防止帝国主义狗急跳墙 尤其对日本法西斯 此灰富然高度警惕 特别应在南海要扎扎实实 准备几根打狗棍 无惧群狼的挑衅和挑战 昔日八国联军已经奈何不了中国了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 应对世界上的风鸣变换 我们平头百姓 关注时事是必要的 但我们要认真做好 我们每个人所同事的工作 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 这是最好的爱国 一个过时的日渐示威的老牌帝国主义联盟 也就抱团相互取暖 撑腰给面子的作用了 为了挽救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 七国集团只能在他们那个小小的集团内发飙 可是有谁在乎他们的所谓声明呢 听见拉拉鼓叫就不中庄稼了滚蛋八G七峰会 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